大陸对台军演第二天 台海情势紧张 不过相较于台股 5号早盘的情势 就有不畏军演的趋势 持续上攻 军演对台股冲击放缓了吗 5号早盘传来好消息 大盘指数开在14802点 上涨百点 而且涨势没停歇 最高点来到15041点 翻涨339点 收盘则是涨了333点 攻上万五 外界认为最主要原因和金管会沿拟上唐 现空令有极大关联 一扫四号在雅谷独自垂垒阴霾 台股重拾信心 一让电金船信心涌入 护国神山台积电开盘上涨9元到509块 持续迈进 联发科联电红海一片墙墙棍 火柜三雄航空股涨势都超过2% 5号外资也回头转为买超 三大法人5号合计买超294亿元 接下来就看中国是不是还有更进一步的动作 倘若没有的话 那么短线这个去年的一个干扰 应该就会结束 台股就会回归基本面 而周四每股四大指数涨跌互见 5号雅谷表现上证指数日经南韩和香港恒生指数 同样也都开红盘 地缘政治影响台股有限 分时提醒接下来谨慎观察美股走势 以及外资动向 要是持股不畏多 等到台股反弹 投资人可以适当减码 等待压低之后 适时进场 TBS新闻 王金党高市长张维贤小组 台报道 请支持T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